- 包心本源 很多觀光客都會吃錯 - 六宝啊 我們在六宝啊 -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 - 八九去旅行啊 我是八九 - 那我是麥克華姬 - 那今天我們來到的是花蓮的文創園區 - 不是淮北的華山園區哦 - 不要因為後面的場景而會錯意哦 -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來看說 - 我們花蓮在地人會去吃哪幾種美食 - 扁食 我們在地人會去吃哪一家的 - 包心粉源 我們在地人會去吃哪一家的 - 還有炸彈蔥和餅 - 以及哪一家飲料是屬於花蓮才有的一個特有回憶呢 - 那我們現在試不遺時就走吧 -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第一間推薦的美食 - 就是這個花蓮香扁食 - 這個花蓮香齁 全台灣都有很多間 - 那這一間我最推的 - 是在這個實際醫院附近 - 在中山路這裡 - 只有這一間是我最認可的飲食 - 飲料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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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那我現在來介紹這個 - 是我們花東才會有的飲料店 - 叫丁哥茶飲 - 他這個飲料店我不敢說他的手搖杯一定是最好喝的 - 但是如果說我人今天在花蓮 - 要喝手搖杯 - 丁哥會是我的一個首選 -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這個第二間推薦美食 - 就是花蓮的炸彈蔥油餅 - 那我相信很多觀看客你們都知道 - 但是你們不知道哪一家Bitch - 是比較多在地人才會去買來吃的 -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黃車這一家 - 因為我從小到大我都是買黃車的炸彈蔥油餅 - 那藍車好不好吃呢 -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- 因為我真的都沒有吃過 - 那我們現在就在等那個怪怪的流浪汗 - 檸檬老爹 - 然後就喝了一下他們愛玉檸檬 - 超好喝的喝 - 而且甜度剛好 - 對 - 幹你老實 - 六溝 - 我的六溝 - 大家來到花蓮齁 - 包心本源 - 很多觀光客都會吃錯 - 我自己是花蓮在地人 - 我都吃紫色這一家 - 我從小到大都只吃紫色這一家 - 結果有一次我就想說 - 會不會真的是隔壁那一家比較好吃 - 結果我有一次就去吃啦 - 真的是觀光客吃的啦 -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這個 - 果生蘸漿雞排齁 - 為什麼它叫果生蘸漿雞排呢 - 因為它對面以前是果生戲院 - 那為什麼我又知道 - 果生蘸漿雞排很好吃呢 - 因為它對面以前有一家魔鏡網咖 - 後來改成這個陽光網咖 - 那我都會買這邊的蘸漿雞排呢 - 去網咖裡面享受 - 好 那現在時間也很晚了 - 那我現在來帶大家認識 - 我們花蓮的深夜美食 - 一家是果生蘸漿雞排 - 另外一家就是我身後這個蘆記蘸漿雞排 -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花冬才有的丁哥茶語 - 真的要吃吃看啦 - 還有喝這家飲料店看看 - 那事不宜遲帶大家去看吧 - 我們花蓮的網咖都可以帶外食 - 可是我吃這個真的是 - 這是回憶湧現啦 - 到現在跟我還有聯絡的 - 補習班同學還有國中同學都知道 - 連他媽的都翹課去網咖 - 打信長 - 打信長打2011的時候就是吃這個 - 哇整個回憶真的是 - 湧出來耶 - 我吃的是回憶 - 沒有啦這真的是很好吃啦 - 那我們今天這個花蓮人介紹當地美食 -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了 - 那喜歡我們這次影片有記得在下方訂閱 - 然後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- 才會不定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更新喔 -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囉 - 掰掰